洪格说 要成为他们的队员也有条件 身体强壮 身高1.75米以上 那个年代 能够身高1.75米的就是高个子 而且还规定 凡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级的战士 一律不入选 高级干部子弟或同高干子弟有联系者 一律不收 很多年后 有一部电视剧叫士兵突击 主人公叫许三多 当年的洪格他们 人人都是许三多 经过了这种恶魔训练的人 就变成了恶魔 就变成了钢铁战士 具有了摧毁一切的力量和信念 后来 中年时代的洪格 看到电影里的施瓦辛格和史太龙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要是当初把我们放出来 随便不拉一个都比他们强 中国的这种兵都是从最底层选拔出来的 求生的愿望压倒了一切 你想想 有了这种信念的人 还有啥能挡得住 有一天晚上 大家刚刚入庆 外边突然传来了凄厉的哨音 几架大肚子直升机停在平地上 他们被要求登机 人们快步了 默默地登上飞机 身上除了一件衣服 再别无常物 坐在直升机里 每个人的脸上 都是一副冷酷的表情 眼珠也不转一转 像木雕一样 从他们跨境这个神秘队伍的第一天开始 他们就接受了特殊的教育 永远闭上你的嘴巴 永远不要打听任何事 天上突然下起了细雨 接着狂风怒吼 雷鸣电闪 很像革命风暴的高潮 即将来临 这是一个 不适宜起飞的天气 但是直升机还是起飞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 要飞往哪里 去执行什么任务 红哥坐在直升机里 平静的面容下 掩盖着新潮澎湃 他幻想着他们会飞往中苏边境 去猎杀偷偷潜进来的苏修特务 或者飞往苏修境内 去盗窃情报 或者刺杀重要人物 从农村走出来的红哥 他不知道直升飞机 无法穿越千山万水 进行长途飞行 他满怀热忱地 盼望着执行今生的第一次特殊任务 为共产主义事业 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 不知道直升飞机飞行了多久 也许一个小时 也许半个小时 因为红哥他们 早就没有了时间概念 他们不知道 今天是几月几号 是几点几分 他们没有手表 只用太阳和月亮 来区分白天和黑夜 直升机停在山区的公路上 几辆大卡车等着他们 坐在车厢里 红哥探出头去 看到漆黑的夜色中 两边锯齿一样的山峰 这是城市 留给他的最后影响 此后 红哥再没有踏进城市一步 黎明时分 大卡车开进了一座大院子里 院子外戒备森严 门口有鹤枪实弹 笔直站立的民兵 眼睛像探照灯一样 左右群寻 院子里冷冷静静 荒雾人影 只有几排房屋 高墙上安装着铁丝网 墙壁上书写着字体巨大的 要反修防修 帝国主义都是指老虎等等 时代标语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那几排房屋是教室 和那个时代的中小学教室 没有任何区别 这些专职民兵们走进了教室里 把石头一样坚硬健壮的身体 蜷缩在凳子上 用练出了一层厚厚老茧的手掌 握着英雄牌钢笔 在印皮本上做笔记 红歌直到现在还能记得 他们上的第一堂课是 荆轲子秦王 这是来自那时候 被认为封建主义大毒草的 史记中的文章 红歌那时候想不明白 为什么立刻学的是 荆轲子秦王 后来他想明白了 而想明白的时候 他已经回到了农村 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 一滴汗水摔巴巴的 艰苦卓绝的日子 和那时候 全国所有的课堂不一样 他们的课堂上 没有学习文化知识 而是反复的讲解暗杀和爆破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红歌他们这些 隐藏在深山中的专职民兵 并不知道山外的事情 来到那座大院后 他们依然被勒领 不能离开院子一步 他们不知道这是哪里 也不知道会在这里待多久 他们像睁着眼睛的瞎子 被一条看不见的绳子牵引着 不知道会被牵到哪里 那时候他们有一个非常另类的名字 叫做特战队 直到今天 也没有人知道特战队一共有多少人 都分布在什么地方 后来 红歌一辈子都在寻找这支 神秘特战队里的战友 可是一个也没有找到 书记上也没有关于这支队伍的记载 仿佛这支神秘的队伍 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仿佛一夜之间 他们就突然蒸发了一样 仿佛红歌就没有参加过这些训练 红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 曾经无数次向人提起过 自己在这支特战队里生活过 但是没有人相信 但是我相信 红歌第一次给我提起的时候 我就相信 因为我曾经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个夏天 遇到了一个曾经在特战队里生活过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是一个纯净的年代 那时候人们唱着 再过二十年 我们来相会 伟大的祖国 该有多么美的歌声 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四化建设中 那时候我在上初中专 每个假期都要进行社会调查 背着一个红胯包 戴上牙刷牙膏 开始浪迹天涯 那时候的人都很单纯 我只要拿出学生证和学校提供的社会调查证明 就常常能够免费乘车 免费住宿 甚至连吃饭也能够免费 有一次 在晚南小镇的一个旅社里 我见到一个身材高大 满面风霜的中年人 我们坐在旅社的小院子里 摇着菩萨 和一同住店的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 那时候很少有酒店和宾馆 也没有一些洗脚按摩之类的特殊服务 人们出门都是住旅社和招待所 吃完晚饭后 大家都走出房间 坐在院子里的树下 就像在一起生活了很久的大家庭一样 无所顾忌的聊天 这些年 骗子像蝗虫一样四处飞溅 无孔不入 每个人都像房子一样 防备着每个陌生人 小旅社被拔地而起的 价格高昂的酒店宾馆取代 这种其乐融融的情景 再也见不到了 那天晚上 在一栏更深 困意袭来 别人陆续离开的时候 院子里只剩下了我和那个中年人 我递给了他一根香烟 短暂的沉默后 他向我说起了 自己在特战队里的经历 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 让我将信将疑 他同样不知道自己的部队翻好 不知道自己的上级是谁 不知道自己将会执行什么任务 一直到他离开了那支队伍 他都蒙在鼓里 他说 他以前是吃商品粮的 后来就变成了吃农业粮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正把山东的苹果拉到安徽出手 他是一名货车司机 多年以后 这位货车司机的话 我终于在红科嘴中得到了印证 原来真的存在这么一支神秘的特战队 但是 这位晚南小镇上的中年人 他当初的训练基地是在河边 而不是在山中 那么就是说 当时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特战队都在训练 等待着改变他们自身命运的机会 而最后 他们等到的是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农村来再回到农村 红哥说 他们在那排教室里 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田崖式的教育 这种教育一直遗传到了青田 老师在讲台上喋喋不休 像步道的神父一样 学生坐在台下 默默不语 只能被动地接受 像接受洗礼的少女一样 在少女的眼中 神父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 是凛然不可侵犯的 是无比正确的 在神父的眼中 少女是一张白纸 可以画出随心所欲的图画 可以塑造出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 红哥后来一直怀疑 那个讲课的老师是不是有无数 他的话语有一种催眠的作用 用缓慢的 一成不变的强调 说着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 故事都围绕着古代的刺客 要离 聂政 专注 曹墨 侯淫 诸海 遇壤 老师一再告诫他们 事为知己者死 一诺众千金 这些古代狭义刺客 就是他们的榜样 老师的话像吸铁石一样 吸引着他们的思维 老师说什么 他们就听什么 他们就像被中了谷一样 身不由己 有一天 一群鹤墙实弹的民兵 开进了那座大院 预想中的剑拔弩张 并没有出现 淳朴的红哥们相信 只要是民兵就都是一家 一家人怎么能自相残杀呢 红哥他们束手就擒 接着是漫长的审查 事无巨细的都要交代清楚 每一时每一刻 每一件事情都要交代清楚 别人能够看到的行动交代清楚 别人不能看到的心理活动 也要交代清楚 反复交代 狠斗斯自一闪念 大公无私为人民 审查的日子异常难熬 他的残酷程度 远远胜过当初的特训 红哥挺过了 心灵燃烧的六个月后 回到了家乡 此后 红哥成为了一个农民 那段专职民兵的历史 没有人提起 他也不想提起 有一天 当他有机会 翻阅到自己的档案时 才发现那段历史 根本就没有在档案中记载 红哥回到家乡后 坠入了痛苦的深渊中 每个认识他的人 都在议论他 每一个熟悉他的人 都在用探测器一样的目光 看着他 他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 被人展览 他当初是敲锣打鼓 被欢送着离开家乡的 而现在则是灰溜溜的 冷静静的回到家乡的 他吃了一段时间商品粮 现在又成了吃农业粮的 胡落平阳被拳漆 凤凰落驾不如鸡 那时候的家乡 有很多关于红哥的传言 每一个传言 都与他的生活作风问题有关 每一个传言 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煞有其事 人们都有对桃色新闻 兴趣盎然 津津乐道的天性 那些日子里 红哥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他像被关进了铁屋子里 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白天 红哥蒙头大睡 他只有在睡梦中 才能暂时摆头控军和尴尬 夜晚 红哥就悄悄起床 穿过睡梦中的村庄 一个人来到 那条传说中闹鬼的小河边 他想遇到鬼 和鬼大战一场 他浑身的肌肉紧绷绷的 像一张拉满了的弓 他的骨节巴巴作响 充满了跃跃欲试的渴望 可是 小河边只能听到 像厉鬼一样尖厉的叫声 没有见到一个鬼 红哥大师所望 一个浩月当空的夜晚 红哥盘着灵巡的岩石 来到了悬崖边 走进了传说中 厉鬼出没的洞穴 一群不知名的鸟 从岩洞里飞出来 在月亮的映尘下 它们的翅膀显得硕大无棚 它们尖声鸣叫着 凄厉的声音 在明亮的月光下 惊就不息 红哥打着手电筒 走进了那座 亘古以来 从未有人走进过的山洞 那座传说中 有鬼出没的山洞 山洞里 一对狼风漆在黑暗中 盯着他这名不速之客 黄瞪瞪的眼光 在黑暗中显得异常恐惧 向两对烛光 红哥操起石头 向一对烛光砸去 砸出了一声长长的惨叫 然后 那对烛光黯然熄灭 另一对烛光突然扑过来了 携带着风声 红哥操起 装着三节电池的长长电筒 砸向一只烛光 那只烛光熄灭了 剩下的一只 燃烧着仇恨的光芒 红哥手中的手电筒也熄灭了 手电筒在他的手中 变成了屈齿 灯跑前面的玻璃 哗啦啦掉了一地 狼咆哮一声 猛一回身 又向红哥扑来 仅有了一只烛光 明亮可见 红哥扔掉手中 屈齿一样的手电筒 略为一侧身 张开铁钳一样的大手 扣住了狼的脖子 一扭身 将狼的身体 灌在了岩石上 狼凄惨地叫了两声 很不情愿地 怜怜不舍地 闭上了仅有的一只眼睛 特战队出来的红哥 一只金钱宝都不在话下 何况见到金钱宝就屁滚尿流的狼 那天晚上 红哥沿着洞壁继续向前走 看到远方有一星亮光 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 他能够从周边的隐隐绰绰 辨别出自己所处的位置 快要走到另一个洞口的时候 突然起风了 乌夜的风 浩浩荡荡地灌进洞口 又丝丝捋捋地 从另一处洞口溢出去 声音时而低沉 时而昂扬 时而向怨妇乌夜 时而向婴儿啼哭 这就是外面传说中的闹鬼 这就是鬼过河的声音 而几十年后 我在暗访梅老板的一个夜晚 和长生走进了人字形的瓜庵中 还能听到看瓜老汉 在说鬼过河的事情 原来传说中的鬼过河 就是风过岩洞 这个情节 我在暗访十年的第四季中写到了 那天晚上 红哥走出了岩洞 站在淒厉的寒风中 脱光了衣服 俯瞰着脚下的苍茫群山 仰望着月明星期的浩渺夜空 红哥发出一声长响 声音在山谷中激荡不绝 惊久不息 寒风吹过来 穿透了红哥的胸膛 穿透了红哥的四肢 也穿透了红哥的心灵 红哥真想一伸脚 就会跳入亘古无人的万丈深渊中 从此解脱了 所有的痛苦和郁闷 然而 人生天地点 疏忽一百年 法复魂魄 受之于父母 你有什么权利 结束父母给予你的生命 天地之间 漫漫无边 苍茫天下 后土之上 云云众生 人流熄攘 但只有一个你 每个人和你都不一样 你的容貌 你的心灵 你的性格 没有第二个人和你一样 你是天地间 独一无二的人 你是更古未有的 而将来也不会再有 你怎么忍心 结束着天地之间 独一无二的生命 无论如何 都要坚强活下去 红哥对自己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 家乡周边的几个县市 合起来 兴建一座大型水库 抽掉了一万名精壮男子 组成浩浩荡荡的水利大军 那座水库 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流经丛山峻岭的汉江之水 流进了这座水库里 浇灌着几十万亩粮田 兴建水库又哭又累 没有人愿意去 很多人都是被生产队长 逼迫着去的 但是红哥抢着去 他想离开老家 去一个没有人知道 他过去的地方 但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 红哥依然是人们议论的焦点 那些年里 从吃商品粮 又回到吃农业粮的人 比头汉子的潘青莲还稀少 关于红哥的谣言 像风一样吹遍了红哥足迹遍及的每个地方 红哥像一只可怜的鸵鸟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只能把自己的脑袋埋在沙堆里 以为这样就能够躲避猎人的枪口 然而他错了 他是特战队的队员 又被从专职民兵队伍里开除了 他无论走到哪里 谣言都会如影随形 红哥在水库里拼尽全力干活 他将心中的悲愤 发泄在了劳动中 一根根仙瓣被他憋断 一把把绝透被他懊断 他的手心打满了血泡 血泡破裂了 手掌与粗糙的脑具 摩擦出钻心的疼痛 这种刺骨的顿痛 蔓延到四肢 红哥才感觉到些微的轻松